哈囉 大家好 請 那我們今天就在下面的隨便聊 隨便打環節啦 因為今天五點半的時間啦 是我們日版這邊的帳號時間 那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大家也可以進去看一下五點半的影片喔 裡面的話 蠻嗨的 又是一隻藍眼睛 好不好 沒有問題 然後 今天要幹嘛呢 今天先來跟大家預告 不是預告啦 就是先來推廣一下官方的活動好不好 最近的話超特大感謝好不好 全世界下載數累積到八千萬的 大感謝活動的話呢 就是大家可以去我們這個 Facebook的官方粉絲專頁啊 這邊如果貓幣中了八千萬元會拿去做什麼呢 只要留言就可以參加那邊的抽獎喔 然後目標達成的話 還會送玩家罐頭 原本想說如果拿到八千個罐頭的話 能夠幹嘛 八千個罐頭大概就是等必中的時候抽一抽吧 所以 其實官方都有一直在辦一些小活動啦 所以你們隨時都去關注一下就是 我記得官方好像有辦IG吧 IG啊 還有我們Facebook這些 都可以去接收到一些活動的消息啦 好不好 還有一些就是那個 欸 接下來改版的一些消息或是怎麼樣 他們都會第一時間在那邊就是公佈 大概也可以就是去那邊看一下喔 然後記得要去留言 才可以抽到我們一些獎項啦好不好 八千萬歡慶達成 然後 最近完全上因為是五月一號啦 所以五月這邊的一些就是那個 活動啊也開啟了好不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們的這個 月間全明星還有五月強襲 跟這個月間的這個 欸 這是什麼 XP的這個關卡是不是 這個好像跟我們那個不太不一樣 真的是各時百千萬 十萬 五十萬的那個XP 然後總共十個關卡 然後還有這個 八千萬下載紀念的東西 那八千萬下載紀念的東西的話 就是那個台蛋糕的環節啦 然後大家可以去裡面拿到一些 呃 不錯的 多的這個罐頭 啊 就還滿不錯的 然後現在五月就是一定要先打一下 就是那個 來月初跟月中的那個 呃 白金碎片 啊 要拿一拿才可以拿到這個 白金券 那 其實貓蛋真的陪大家陪了好久了 那我相信還是會繼續 陪下去啦 其實這個IP我真的覺得就是 很厲害的一個IP啊 歷久不衰 尤其是他 出新貓貓之後就不會影響到其他東西 所以其實大家 整個那個戰力啊 跟就是那個抽貓的這種東西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 正向循環啦 就是有些人就變成就是 雖然他可能不會花大錢 去把一隻角色抽出來 但是如果有罐頭或是有錢的話 還是會想要去蒐集角色這樣的概念 所以就算一個 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那個 進程的一個遊戲的這種輪迴吧 我覺得這樣的循環是還蠻不錯的 那我們就先打一下那個 今天應該會先打一下那個吧 打一下就是我們那個 五月初的那個五月活動 然後剛剛好像有看到那個 女王的研究報告 所以待會也可以去 K一下那個女王的研究報告 最近基本上隨便聊的環節 我們已經度過了就是那個 遠古的旅居活的這個考驗 所以我們還在不斷的就是繼續 往後面打當中 然後我記得我們好像是卡在那個什麼 卡在那個布什關卡是不是 原本一直以為布什關卡可以輕輕鬆鬆打過去 結果一直沒有打野那關卡 夭了個咻 好 這邊先出一隻這個出好機 這關其實也是頂麻煩的啦 就是如果沒有用到一個好的話 蠻容易就是直接爆開的喔 尤其是我覺得我最近越開加速 越容易爆開了你們知道嗎 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完了 我出錯了 我應該要出白無垢才對喔 我出這一隻好像會掛掉喔 快給我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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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出胡蘿好像會掛掉喔 應該要先出白無垢了 來了 然後接下來後面就是那個恐怖的天使星星了各位 這個破盾 破盾大師 然後星星過來了 這關真的除了這個不死敵人很麻煩以外啊 還有那個天使星星啦 然後惡魔族的這個死以獸需要破盾 所以也是挺尷尬 我們現在只能用這個怒法衝關貓貓 直接給他來破一破盾 然後現在我們的出好機掛掉了 佛羅還在 所以就繼續 佛羅這個光線炮繼續給他打起來 然後這個小蛇又想鑽地板了 給我出來 誰都偏想在我面前鑽地板 我真的覺得現在不死生物還是很討厭喔 說來說其實很多關卡都是證明自己開加速的原因啦 開加速就很容易翻車啦 所以這邊大家如果真的打不贏的話 是可以考慮把這個加速關掉 真的好像會影響很多 因為我一直想說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看到他 就是一亮好我就馬上直接按下去 但是大家說還是有那個 零點幾秒的那個誤差啦 那這款遊戲好像零點幾秒的誤差 好像就會變成就是比較不行的那種概念 好不好真的是 很嚴苛的一款遊戲喔 好 炎火三口打完 來去料理一下我們這邊的那個 我們這邊的這個五月的這個強襲喔 這邊主要來說就是警報大家 一定要來打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月間活動 因為你只要打這個的話 打到第五關 你就可以拿到我們的這個 白金碎片了 那白金碎片基本上講到爛掉了 10個你就可以拿到一張白金券 然後白金券能幹什麼東西呢 白金券百分之百能夠獲得一隻超級貓貓 very very重要 然後這一次相士兵的關卡的話 好像就是紅色敵人比較多啦 然後我們之前的話 紅色敵人的這個很好用的坦克就是我們這個了喔 異國風騎貓貓 因為他被打的時候 他們有機率觸發就是那個無敵盾牌的效果 你就可以就是 比較好地去坦一些傷害 我們看到這個無敵盾 然後這一次相士兵的話 是我們這個很久不見的這個 紅色犀牛&黑色的小犬拳的這個武士組合 那這些角色基本上的話 他是兩種屬性的 就是黑色跟紅色屬性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針對一下這個角色來帶一些 就是進攻的類型的這個貓貓 然後來去打他們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這邊好像就是帶這個 亂碼二分之一的角色耶 那時候應該是就是在測試 我們那個亂碼二分之一的東西 笑死 來 走起 GOGOGO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關卡前面的話 好像就也沒有到非常非常困難啦 我是覺得他這個月間的這個行動的話 好像都是就是方便給大家就是 能夠去拿到這個白金碎片的 所以也不會就是製造了這個非常非常困難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好一段時間沒有看到那種就是 就是加強型的那個關卡了喔 除了上是那個吉娃娃異星伯爵啦喔 但是我是想要看到新的 我們之前最新的那個大隻的好像應該就是那個 惡魔族的那個臉哥了吧對不對 惡魔族的那個臉哥應該算是我們最近期的 比較大隻的那種就是 新生物 那我覺得接下來的話應該有可能會朝著那個什麼 應該會朝著我們那個什麼 朝著我們就是那個超獸總邁進了 我覺得應該接下來大隻角色可能是 超獸總的什麼蛙哥這樣感覺 就期待跟他相見啦喔 還滿喜歡挑戰關卡的 雖然每次挑戰關卡好像都會 讓哲平騷痛腦袋 然後臉也讓觀眾朋友們騷爆腦袋 很多人就說 哲平你怎麼會這樣打 抱歉 我就是這樣打 哈哈哈 哈哈哈 不過真的啦 我盡可能我還是會就是 努力的把關卡還要打完 通常不會卡太久啦 就是我會試一下去研究 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就是在尋求各位觀眾朋友們的這個幫助 先自己體驗個幾回 然後真的是 想不出什麼好辦法的時候 就是求救大家的這個時候了 大家都是我的 參謀將軍們 都是我的軍師啦 好 相識病LP3結束 那通常這個時候 哲平都會再刻兩個喵力打 然後打到LV5 因為這個拍片的時候 先把這些都拿完 就不用擔心沒有拍片的時候 忘記去打了喔 然後這邊 刻個貓力打 欸是不是只剩一分鐘 好啦 那應該沒辦法了 那個 調查研究報告 我們改天再戰 我們待會可以繼續去打一下 我們那個不死敵人的關卡 我看一下 到底要如何去料理 那外面的麻煩就是那個地鼠 再加上那個不死生物的這個環節啦 地鼠的話 感覺好像用我們的那個 呃 咒師他們也不行 有可能要用黑截吧 黑截去打地鼠是不是比較有點機會 我們待會可以來試試看喔 然後這邊女王報告就 下次遇到再跟她開扁 女王報告現在的話應該只剩那個了喔 就是 這關打完的話 現在應該就是最後一關的環節 這個女王報告了 到時候應該又是一場硬仗 那這的話基本上是我們那個 那個啊 紅火 紅火馬喔 那個 恐怖的這個紅色火焰馬 very 夭壽恐怖 但是長得真的滿帥的喔 長得真的滿帥的 好 相思病LV4看起來也是沒有問題 他們大佬好像就是那隻啦 那個 騎著犀牛的這個黑色犬圈 把他避掉之後的話 應該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相思病OK 那這關比較麻煩的就是 初級條件只能出10隻 所以你就沒辦法用一些就是 看能夠量產或是疊的角色來疊一疊 會比較容易就是出大事這種感覺 好 LP4完全沒問題 再來就是我們的LV5 Yeah LP5 好 沒問題 走起 相思病 真的欸 我們都是用那個 亂馬1 2的這個玩法在扁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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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這次的話我們來用一下那個響良牙好了 剛剛我們都是用這個亂馬 這一次我們來用一下響良牙 然後我們不要出太多隻角色 看一下能不能把這個 超級貓貓的數量疊多一點 應該會打比較快 亂馬第二隻 然後接下來就是出女王跟國王 超級貓貓吐出去 九次不一樣 這個直接打爛 然後剩下來就派多一點這個坦克給他們 應該就OK了 那目前來說相思病的話 提醒大家可以開始打了 因為今天是5月1號 大家看到這部影片已經是5月2號了 先把他打完就不用擔心 月初的時候或是怎麼樣 還沒拿完這個百姓碎片喔 因為有時候哲平都會忘記啦 希望大家也不要忘記 那如果大家有時間的話呢 你們是可以把後面都打完 因為最後一關的話會給你一張金券 金券也是very重要的喔 好 相思病LV5 沒有問題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來去料理一下 昨天打不贏的那關不死關卡 換個黑結上去應該就可以了事了吧 應該 maybe 或許 來 走起走起 我們看一下這邊好像也沒有新的 對 沒有 極南記這些都是舊的東西了 好 那我們這邊來繼續打一下這關 這關其實是二 才兩個星級而已耶 呵呵 就長這樣那 確實有點麻煩了喔 上次是用這套隊伍然後打輸 那我們這邊 再換一隻那個黑結吧 我們料理不贏那個墳墓 我們就找那個地鼠 那個什麼 下手怎麼樣 打不贏那個墳墓 那我們就地鼠下手了 直接先用那個黑結 直接大傷害把地鼠灌爆 應該 maybe 或許也可能有機會 打出好成績 來 這邊的話就先慢慢來 等他過來 然後剩錢包 地鼠的話是個一般型的地鼠啦 所以應該還好 那待會就黑結直接衝出去 那我們這邊先派幾隻這個盾牌 黑結 走起 把地鼠打死 喔 有有有 可以 其實這關感覺好像 黑結就可以了喔 你看他至少可以 就是衝過去然後再扁 然後把這個地鼠都弄死之後 一切就結束了 應該是這樣子 這邊有沒有 擊退之後再用黑結 這些地鼠也是滿硬的欸 說真的 打了很多下了欸 喔 死了 有沒有看到 輕鬆了 其實昨天卡的那關 很簡單啦 各位 黑結就完事了 很多人都會說哲平幹嘛都不用藍眼睛 因為我覺得藍眼睛就太快就完事了 所以才會就是去耍白痴 然後用一些其他的東西 所以我通常都不太喜歡就是 一直用藍眼睛就是了 因為我覺得好像每個關卡都可以白無垢啊 要不然就是黑結啊 或是黑獸就直接了結 那就會很多東西都 比較變得就是沒有這麼有趣 因為有些關卡我們基本上都已經打過了啦 第一次的話可以先用一些比較強力的敵人 然後第二次體驗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很白痴的隊伍 這樣我覺得會比較有趣一點點喔 畢竟這就是貓戰的魅力嘛 能夠就是達到這個八千萬下載 一定是有他的這個十足的魅力的喔 好 那 今天的話基本上主要來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八千萬下載的這個官方活動 大家要記得去留言喔 你們才可以拿到一些獎勵囉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小朋友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